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这么一个故事 想要改变这个国家的一些家国情怀 然后就自己去留学 学到了一些日本的军事了 就想回国了之后 想要去报效自己的国家 想要去改变这个国家 编剧江启涛老师 逻辑都非常的棒 然后整个故事你会有代入感 所以当时剧本看完了之后 我就说我一定要接这个项目 这种年轻人的这股热血 其实挺能跟现在产生共鸣的 就是不管是什么年代 二十多岁的这些年轻人 应该做些什么 可能自己要有一些报复 要有一些目标 然后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项目 感受在我们这个国家 在那段历史里头所发生的故事 然后悲欢离合 这种历史感的这种共鸣感 其实今天不会体会到 但是你作为一个演员 你是能体会到的 其实是有一个大概十年的跨度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 我觉得良香它是一个 非常有自己独特思想 自己有抱负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然后他知道要去改变一些自己的处境 他的心情或者他的一些情绪的变化 可能是需要你通过对那段历史更多的了解 那你在为这个决策去做出 任何的情绪判断的时候 其实是符合当时的环境 有一句就是印象深刻的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宿命 曾经我也是天真浪漫 愁储满志 千帆过境不过是黄凉梦 终有那种透彻感 是我们三个兄弟 有一个兄弟死了 就是他的死 其实对梁湘的整个的 一直坚定的理念产生了动力 在150天160天的拍摄里头 对我来说特别兴奋的点 就是我自己能够非常融入到 整个剧组和融入到 整个角色里头来 然后相信自己是梁湘这个角色 其实还是很幸福的 就是作为一个演员 然后面对每天这样子的拍摄 却有这种幸福感 我觉得这个项目应该就是对的 就是我自己的感受 那我们现在就还是在观望剧本当中 然后看看能不能在2021 遇到更合适的一些项目 然后参与进去 所以我不是一个特别着急说 我明天就得进去组 我一定不间断得拍戏 我的时间柔线是按照一辈子去算的 还是要抱有一个匠人的精神 按照你这辈子做一辈子匠人的这种态度 来面对你每天可能会出现的项目 当时接人生如初见 其实是19年播 亲爱的热爱的七月份的时候 大家所谓的最红的时候 那一天我就知道我要剃头 我要剃成光头 我要沾辫子 那个造型的冲击 其实还挺强的 那我不会觉得 这些东西对我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每一个影员都是为角色服务的 一个项目的制作团队 导演 制片 平台 其他演员 剧本 这是我不在乎的游戏 导演非常的棒 团队也非常的棒 演员也非常的棒 所以我希望大家到时候有机会 能够早时看到 人生如初见的时候 能够喜欢我们这个作品 那在这里祝电视机前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 牛年大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